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是网上志 在国际关系当中 我们要把晶片跟国际政治特别抽起来看 这里头首先先关注的部分 是美国方面的原来的晶片创新法案 520亿现在可能要打对折以上 那么参议院最快 众议院最快在19号要表决 所以变成是缩水版的晶片法案了 当然这里头我们也关注到 在其实拜登总统先前在中东行的时候 虽然主要是沙奥地阿拉伯 但是对于跟以色列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合作的机制 包括对于像人工智慧生物医学这些 也可能涉及科技方面的部分的合作 那这个方面也是大家共同关注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头 因为我们都知道拜登最近每次出行 包括先前到日本韩国 特别是在韩国当中 也都提到了晶片方面的合作 所以美国组Chip Ford 这个所谓的联手台日韩 排除中国这个半导体联盟 是不是会继续的推进呢 这是韩国媒体的部分的说法 当然在早先在拜访韩国亚洲行的时候 其实拜登有指名包括去三星去参观 那么这里头包括希望跟三星跟南韩 整个国家的晶片的战略性的合作 但是南韩至今不肯给答案 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到三星晶圆厂 他们当时也都也没穿防灰尘的鞋子 或等等之类的 也被韩国的媒体批评 但是似乎也凸显出 拜登非常清楚知道 南韩半导体的这个重要性 特别以此来挟持 或者来掐住中国大陆的脖子 那么这里头当然一方面认为 如果这个晶片联盟成立的话 恐怕韩国还是会硬着头皮来参加的 这是各方面的部分的说法 当然台湾的角色 日本的角色都是在 有关于半导体相关的原料 或零组件方面重要的供应 这里头美国会想尽办法 抓在手上的 另外一方面针对晶片的部分 我们得要关注美国方面 现在宣布将会投注19亿美元 帮助他们美国的电信商 来换掉华为跟中兴的设备 里头包括他们的晶片 那么这里头主要当然是希望 是让美国的通信网路的部分 能够驱除掉 除掉中国 这个部分所以将会给19亿美元 但是实际上得要花49亿 才可以清光光 所以怎么办 另外30亿美元要怎么来 而且我们也要知道 说要清掉中国的 这个部分的设备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比如说飞机好了 美国航空 达美航空这些 现在有1000多架的 这个部分飞机 跟6400多架的飞机 他们里头用的设备 包括晶片的部分 是中兴 中国大陆的中兴 你说都要把它换掉可能吗 真要换掉恐怕要有大把的钞票 真的有办法吗 你现在光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创新半导体的部分的预算 就得要打对折了 缩水了 能做到吗 那么这里头当然也都使得 关注到 华为的部分 在美国的部分的抵制 跟掐住脖子当中 似乎反而有点 绝地逢盛的味道 因为华为现在要自主研发 他们的智慧晶片 包括智慧驾驶晶片在内 所以这里头有个说法是 美国的制裁反而促使了 中国晶片的崛起 另外包括习近平 其实在视察武汉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了 亲口说 这个卡脖子的部分的半导体 一定要关键技术 一定要突破 感觉起来包括习近平 或中央的部分 都会接下来对于 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半导体 来好好的继续发展 因此包括这里头 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 现在这个双尾鞋 这个在高海拔 非常大型的无人机 现在已经完成测试了 那么无论是军用 或商用各方面的技术 也包括他们晶片 也相对更成熟了 汉斌 拜登的意图是很明确的 美国现在在半导体这边 占有优势 而且台日韩 又都是美国主导的 一个领域下 所以他当然要赶快利用 自己的优势地位 把晶片联盟整合起来 这样才能够围堵中国大陆 那韩国当然 对他们自己来讲 加入这个联盟 对他未必是好事 因为金元代工最大的是台积电 再来就是韩国 那他一直想要突破这个包围 然后去压过台积电 可是如果你加入这个联盟的话 未来大概就不太可能了 因为未来就 你既然加入这个联盟 未来就是美国来宰治 美国来分工 韩国可能就固定在那个地位上面 而且很多韩国关键技术 可能就被迫流到美国 因为过去韩国 至早它是一个独立个体的时候 它是直接跟美国对话 那你加入这个联盟之后 你就变成这个联盟的一体 就变成全部都变间接了 那对韩国未必有利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这个形势下 他不加入恐怕也不行 因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代工的区域 在软体的设计这些方面 还是美国是龙头 所以他加入之后 他知道他会面临 可能会面临到中国大陆的抵制 他可能会失去很多市场 可是他大概硬着头皮也非得加入 但他一定会想去办法保留自己的技术 这一点至少 韩国政府是比我们台湾政府好 大家记得吗 上一次美国政府直接要资料的时候 韩国政府是拒绝的 可是我们的政府 是帮着他去跟厂商要资料 这就是完全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相信韩国人会努力 保住他们厂商的利润 跟他们的技术 可是中国大陆的晶片 为什么跟他的一些设备 这些电信设备 为什么美国过去要用 其实因为好用又便宜 对 那现在你要不要用它 OK 你会发觉你的预算 我跟你讲绝对不死49亿 对 为什么理由很简单 你现在49亿是把过去用的 华为的这些东西把替换掉 你要花49亿 可是接下来 因为你以后都不能采购 华为跟中芯 所以你被迫 你要去采购比较高单价 等于美国以后 所有面临电信的行业 你的成本全部提高 是 这是很必然的一个现象 这也会导致他未来生产的产品 或是他做出来的商业行为之后 所有的成本全部变高 这是必然的一个过程 那你如果要扩大到 所有中芯华为的东西 而且在任何领域都不能用的话 那就累了 因为中国大陆是全世界 最大的这种零件 这种东西的生产商 那你都不用的话 你整个美国的成本 全部都会变高 那你美国承受了这样的状况 美国现在经济可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它在另一方面 第一个 你会增加自己经济上的损失 第二个是什么 你在逼着中国大陆进步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 因为大家各自有分工 那它是生产相对比较低阶的晶片 那高阶的 就它从国际上取得的可以 可是现在既然你在围堵它 那习近平当然也知道 因为你们目的就是要掐着我的脖子 过去中国大陆的军事科技 相关的材料科学 其实都不进步 但是因为长期受到西方的制裁 跟前苏联的抵制 所以它被迫发展 自己整个军工体系 慢慢起来慢慢起来 现在虽然跟美国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可是它真的整个起来 而且它大概是全世界 所有的军工相关的生产设备 最多的 最完整的 因为你逼它这样做 那同样的 晶片这个产业 它过去可能还想说 大家国际一起合作 那现在你既然阻断它的话 不要忘记 因为它自己国内市场就非常大 那你逼着它 把所有的相关的领域 全部都发展出来的话 它靠自己的市场就可以活 到最后你是逼它 自己生产出一个 独立的体系来 那这样子对美国真的是好吗 以长远来看 我看也未必见得 没错 现在只要正元兄 其实我们都知道 包括像车用晶片 大部分这些晶片 甚至一点AI晶片 可能26奈米或14奈米的晶片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不用到什么3奈米 这么精细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这半年 甚至一年多来 整个国家 我们所看到的部分 帮助产业市是多方推进 不见得是国际上所知道的 美国究竟能不能掐住 包括像刚刚韩明讲的角度 你自己怎么看 美国的确是有能力 掐住部分中国大陆 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因为中国大陆最弱的一环 就是半导体的制造设备 因为不管是说 EUV的光合机 或者是其他的DUV光合机 或者其他的相关的设备本身 如果没有这个设备 你没办法制造得太精密 那你刚才讲对了一点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 有能力做到10奈米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它用旧有的DUV 包括说荷兰 现在还可以卖给它 DUV的光合机 并没有被限制 所以它做到10奈米没有问题 可是要做到什么 现在最先进的3奈米 它真的是有很大的障碍 还要再努力 除非自己能够做出光合机 那里面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那么 那么精密的一个半导体 其实不是 汽车不需要 飞机不需要 火箭不需要 飞弹不需要 导弹不需要 为什么 只有什么东西要 只有那什么 Notebook 只有手机需要 因为有个理由 你为什么要做那么精细 很简单 你要高度的节省能源 所以你电池不用经常充电 那第二个就是说 做那么精细 它的耗能少的话 发热就少 所以热能少的话 就不容易烧掉 那飞机的话体积很大 如果说我一颗不够的话 我两颗 所以什么双核心 四核心就可以组装起来 所以剩下的只是说 我要不要自己设计 比如说华为以前 很多的这种什么晶片 智慧晶片 都要靠美国的设计公司 帮它设计 设计好以后 再来自己制造 它现在 因为它汽车 要用跟帮比亚迪 做的这种智慧价值 它自己能设计 我跟他解释 中国大陆现在的晶片设计 是全世界第二名的 它的整个产量规模 是全世界第二名的 它使制造能力 被美国人卡脖子 还有部分的专利 被美国人卡脖子 所以美国人就故意说 我这部分的晶片不卖给你 他就是玩这个游戏 那韩兵兄刚才讲的很对 现在只是说 习近平讲的卡脖子 我们关键技术要怎么突破 我们关键设备 如何去自己制造 那这个真的需要有点时间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 有一个问题 觉得说 外面的设备那么便宜 我都外面买就好了 那外面的晶片那么便宜 我跟联花科买就好了 还好联花科 跟大陆之间没有搞坏 当然像高通都被限制了 所以他们现在迫不得已怎么样 回过头来一想 我总不能期望 每一次买人家比较便宜 我自己做真的会比较贵 而且速度会 一代一代的替换的速度会比较慢 可是现在没办法 我自力更生 东山再起 所以既然有这样国家的力量的话 我相信像华为 或者什么比亚迪 要突破这个不是那么的难的 何况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这个优势是什么 全世界搞这种 比较高科技的半导体的人才 很多就是在台湾 花了几十年培养的 他从台湾挖 我不是在为言聳听 很快会被挖光 不要讲 前几天不是有几个 高级制造人才姓梁的 姓蒋的 都被挖到中国大陆去了吗 你以为只有这几个知名人士被挖 我跟各位讲 根本就是一班一排 整个被挖走的 所以这样两岸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 同学园 同语园 同文化的生活的话 很多在台湾地区 跑到大陆上去做的 在所都有 只是没有浮上台面而已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动力底下 加上他们肯投资大钱 以前他们会不会做到大面板 不会 就是台湾跑去几个人 在台湾的政府上 不帮忙 跑去那边以后 现在搞了 生功 所谓 所以现在我觉得半导体 也会重复这个模式 应该在五年里面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类 就可以从10奈米 很快地进到5奈米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当然现在来讲 就是想说 包括未来的智慧晶片 包括刚刚讲 他们内需市场 可能应该就能支撑了 不只是美国掐住模式 他主要就是靠内需市场